美国家爆料 到大陆买器官 柯P否认 阿莉恩 你又在看柯P的新闻啊 对啊 他初中7号 看起来是Lucky7呢 我看他惨了吧 你们看到有一个阿兜阿 出书说他炒上器官买卖吗 真的假的啊 那个阿兜阿说他专访过柯P 柯P在前几年曾经到中国取得人体器官 他还和中国医生唱歌喝酒挖甘琴 中国的医生才同意把他当作好哥们 给他家人的价格 还是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书里面还说他设计电脑系统 希望让器官公平分配 但被中国医生拒绝 那是乱写的啦 搞不好是蓝意的打手 拜托 人家是人权调查员呢 柯P有说那些事情不是他啦 有发律师还要对方更正 不过人家大概写的10页都在讲他 要是过不了这一关哦 他就很难选市场的啦